祝大家农历新年蒙恩 这是我们评估自己这一年的进展 并做出调整的一个好机会 所以我认为今天 新陈药理问答提出了一个很恰当的问题 问我们该如何荣耀上帝 答荣耀上帝就是爱他 遵守他的命令和律法 荣耀上帝不仅仅是用我们的行为来服从他 相反他是理解上帝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伟大 使我们向往并可目顺服的与他同行 我们以爱来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 他唤醒了我们内心的享受上帝的同在和团契的向往 以致要荣耀上帝并讨他喜悦 因此我们喜欢他的律法 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安全而美好的人生道路 一位弟兄最近发了一个简讯给我 过去几周我一直在思考我与神的关系 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后 突然我觉得每一天醒来 都会有一种要为上帝而活的目标感 那个一直困扰我很久的目标终于出现了 我能在心里感受到它 以至于我不再担心那些长期给我带来巨大痛苦的生活考验 这种痛苦已经被一种存在感所取代了 无论我做什么都要荣耀上帝 无论他要我做什么我都会愿意 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很美妙的感觉 我终于能够带着有生活目标醒来了 上帝真是太神奇了 问我们该如何荣耀上帝 答荣耀上帝就是爱他 遵守他的命令和律法 阿们